无论在美国生活、工作还是短期学习 都可能与美国的法律打交道 但由于东西方观念及社会文化背景方面的差异 许多来到美国的移民对美国法律只有模糊的认识 我们整理出一些代表性的案例 让新移民作为前车之介 同时也提供一些建议供大家参考 希望大家的美国生活能够幸福美满 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法律威克堂 本节目将在YouTube洛杉矶华人资讯网号视频频道首发 每期时间每天晚上10点上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看 如何防范自己身份被盗用 盗用身份在近5年间已成为成长最快的犯罪活动 估计每6位民众中就有一位身份被盗用 一旦身份被盗用 消费者的信用受到很大的影响 为避免自己成为这些新潮犯罪活动的受害者 消费者应了解如何防范自己身份被盗用 以下的要诀能够帮您降低受害的风险 一,保护您的社会安全号码 不要把社会安全卡放在钱包里随身携带 如果您的健康计划或者其他卡使用您的社会安全号码 要求这家公司提供不同的号码 以免外人能从中获取到你的社安卡号码 二,小心网络钓鱼一切莫上钩 犯罪集团会冒充银行、商店或政府机构 吸引受害人上钩 他们的手法是使用电话、电子邮件和一般邮件 冒充这些机构来索取你的个人资料 除非是您主动联系 否则不要提供您的个人信息 如果有人要求查证您的账号或密码 不要理会 正当的公司不会以这种方式索取此类信息 三,不要将您的身份信息当成垃圾扔掉 在处理函个人信息的纸张前 最好将这些数据用碎纸机将它们粉碎 此外,务必撕碎您不使用的信用卡申请函和便利支票 四,保管好您的个人财务信息 加州法律规定 你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服务公司 在与外部公司分享您的个人财务信息之前 需要征求你的许可 您还有权限制您的金融服务公司的关系企业 分享您的某些个人信息 五,保护计算机避免病毒和间谍软件 保护家庭计算机中的个人信息 使用复杂的密码至少八个字符 同时包括字母数字和符号 您比较容易记但是别人很难猜 使用防火墙防毒和防间谍软件 并且定期更新 远离间谍软件 只从您了解和信任的网站下载免费软件 不要安装不认识的软件 把Internet Explore浏览器的安全级别 七,每月查看账单和银行对账单 当收到信件时 立即打开您的信用卡账单和银行对账单 仔细查看任何未经授权的收费或提款 并立即报告 如果账单没有按时机到要打电话询问 这可能意味着 有人已经更改了联系信息 以便着手使用你的身份 八,要求停收信用卡申请函 预先批准的信用卡申请函 是盗取邮件的身份窃贼所寄予的目标 把您的姓名从信用局营销名单中除名 消费者拨免费电话 188850PTOUT8885678688 或上网要求信用卡公司停止向你寄发这些申请邮件 九,随时提出质疑 任何时候有人让您提供对某交易看似不适当的个人信息 一定要提出疑问 询问这些信息如何使用 是否会被分享 如何获得保护 并解释您担心身份被盗 如果您对答案不满意 可以考虑停止与该人或商家往来 10,免费查看信用报告 监控信用记录是保护身份不被窃取的最好办法之一 您每年可以从三家全国性信用局 获得一份免费的信用报告 它们分别是XFAX,XPRENE和TransUnion 一次索取全部三份报告 或是成为您自己免费的信用监控服务机构 方法是分别索取每隔四个月换一家机构 信用局提供更全面监控服务的费用 从每年44美元到100美元以上不等 请拨免费电话1-877-322-8228 或上网索取每年的免费信用报告 您也可以邮寄索取表格以获得报告 我们来看下一个案例 狂欢派对乐极生悲 吴小姐刚满18岁 在她生日的时候 她的几位好朋友说在洛杉矶附近的大熊湖 有一个很好玩的户外音乐派对 很多人都参加过 并且他们都玩得很开心 吴小姐听起来也觉得很新鲜 便也想尝试一下 于是她和另外四个朋友 就决定一起参加这个派对来经历一下 他们一起驾车到山上 在那里待了两天 通宵达旦的唱歌跳舞玩得很开心 其中有个同学说 他们已经待了两天了 要下山了 他们已经连续玩了两天 没有得到充分的休息 而且兴奋过度 在下山的路上 开车的人没有控制好车的方向盘 一下冲出了车道 掉到了山下 四个同学同时死亡 吴小姐不幸也在其中 下面我们来听听 邓红律师对此案的分析 从90年代到现在 美国的很多年轻人 都喜欢一种名叫狂欢派对 高分被快节奏的摇滚乐 让参加的人都嗨得翻天 过去几年间 洛杉矶市中心曾经举办过 多场这样连续星期的狂欢Rip派对 每场都有好几位年轻人 因为通宵打蛋的玩而玩得脱水 好几位参加者被送往一月而不至 警方对此类派对很头痛 因为在很多这种派对上 除高分贝的音乐外 大家都是靠着大妈和摇头玩 来维持兴奋度的 因而参加者在服用这些毒品后 导致意外事故频传 为此洛杉矶市议会通过一项紧急议案 禁止这类派对在市区内举办 在这类案子中 常常会出现两个大问题 一是狂欢派对 有很多贩毒吸毒的行为 年轻人觉得人年轻的时候 应该要尝试很多新鲜的 特别的刺激的东西 通常要花10块钱 就可以买到一颗摇头丸 吃下去就会很兴奋不止 其实也有很多狂欢派对 就出售摇头丸等毒品 这些都是地下制作的 没有任何品牌和产品责任险 在笔者过去15年 处理各类不同的刑事案件过程中 至少有5个客人是因为吸毒而死亡 后来验尸官的报告中 正是他们吸入的这些成分 都是不纯的毒物 而吃了这些致命的毒品之后 兴奋过度而致命死亡的 有的人觉得是被朋友 拉去狂欢派对的 帮朋友带上一些大麻而已 自己没有吸毒 可是在很多狂欢派对中 只要有毒品不需要自己服用 只要受过毒品的影响 或者自己藏有和出售毒品 都可能触犯刑罚 第二个问题是 狂欢派对会经常引致车祸 人体伤害的意外事故 很多时候因为像安非他命 摇头丸这类经常在俱乐部 或派对出现的毒品 会使人有迷幻的感觉 使人失去冷静和准确的判断能力 经常会发生一些 在参加完派对的年轻人 在吃了摇头丸后 在开车的时候会发生意外事故 更可惜的是 不一定是你开车 也许是同学或朋友开车 他们吃了摇头丸 就会有迷糊的感觉 而不幸发生车祸 一旦车祸事故发生 不仅驾车人士有可能受伤 车上的所有乘客 都可能受到影响 有时乘客因为没有扣上安全带 而被抛出车外 也有时候同车的朋友 被安全气带打伤等 等到事故发生 才发现是因为驾车的朋友吸毒 而神志不清导致 往往后悔都来不及 在台湾 李宗瑞案件引致大众的关注 大家开始对年轻人的夜生活 开始有所接触 才明白一些 与Clubbing的另类生活方式 在美国 年轻人的夜生活也相当疯狂 小孩子在家长面前可能是乖乖行 但是一到他们的脸书上查看 就知道这一代年轻人的生活 并非他们在家长面前的一样 在过年过节的时候 在狂欢派对中 通常会有人喝酒吸毒 身为家长 应于成长中的青少年 保持着良好的沟通渠道 如果子女提出参加朋友的狂欢派对 家长最好要知道 这个派对的性质是什么 这些派对是否要求小孩子 要满21岁才可以参加 如果小孩坚持要跟朋友参加这些派对 一定要跟孩子约法三章 不喝酒不碰毒品 不随便搭乘别人的车子 且不要乱载别人 我们可以从此案得到的教学是 给家长一些建议 如果孩子要去派对 一定要清楚是什么样的派对 如果是狂欢派对 最好还是不要让他们去 远离那样的活动 即使同学家中举办派对 确定举办的同学家中 有成人在场 并且获取到家长的电话 确定这些派对 不涉及到酒或毒品 这样才能确保他们能安全地玩得开心 我们来看下一个案例 青少年法庭 涉及青少年的案件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有关青少年的监护权问题 一般是由儿童法庭来处理 第二类是有关处理青少年犯罪问题的青少年法庭 儿童法庭 如果发生虐待少年儿童的案件 警察会通知儿童福利管理部门 由这个部门把孩子从父母身边接走 安排到一个寄养家庭临时看管 然后交由儿童福利管理部门进行调查 如果这些社会工作人员发现父母没有不当行为 案件就到此为止将小孩交回父母 如果调查结果发现父母有过虐待孩子的行为 或者小孩有受伤的情况等 调查人员将此案交给儿童法庭 儿童法庭对监护权进行处理 由法官决定孩子谁来看管 由于这类案件涉及到父母的权益 如果父母无力聘请律师 法官必须指派律师 如果父母不懂英语 法官也必须提供免费的翻译 法官经常是判罚孩子的父母去上课 学习如何管教自己的孩子 接受专业的社会辅导 如果父母通过学习后有明显的提高 法官将把孩子送回父母的身边 青少年法庭 如果18岁以下的青少年犯错 如在校园打架 商店偷盗等事情被警察逮捕 一般情况下都无法保释 警察有两种办法进行处理 第一 向青少年开出庭通知的罚单 同时通知家长把孩子带回去 并给家长一个出庭通知 第二 如果情节非常严重 孩子将被关押在青少年居留所 青少年居留所与监狱的性质一样 孩子被关在里面等待法庭的审判 在孩子被扣留期间 不能像成人一样被保释出来 一般在被扣押48小时之内 出庭见法官时有如下的权利 如果家长不懂英文 有权利要求请翻译 如果没有经济能力请律师 有权利要求法庭派公共辩护律师 根据青少年犯罪的情节严重 且有前科记录 并且他们已经满15岁 检察官有权把孩子移交到成人法庭审理 如果继续留在青少年法庭 法官将根据是否有前科及家庭背景如何 考虑是否给孩子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一般情况下 如果无犯罪前科 法官会给孩子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如座椅公等 如果确实表现很好 法官会将案子撤销 或将记录封住 如果满18岁 青少年的逮捕记录也会自动存档 在移民法中 青少年在18岁以前犯的错误 如果是在青少年法庭审理的话 是不算犯罪记录的 但是一旦是按成人审理的 将会有记录 并且记录将会影响到以后的移民 法官可以对青少年做出下述惩罚 首先最严重的惩罚 是关押到州政府的青少年监管所 一般罚款是一年以上 其次是送到青少年集中营 一般刑罚在一年以下 再者是罚做义工 另外法官还会将青少年交由 假时官监管 青少年每个月去报到 假时官可以随时到家里检查 整体而言 美国的司法系统 对青少年的犯罪 还是着重于给改过自新的机会 但是家长不能因此而放松 对自己子女的管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